往事留在某次勿然回首 前凡载于海漂流 分别留在某愁渡口 未雨流续与我随随白头 总想封锁啊 走春秋啊 没事 没事 我才 睡吧 睡醒就好 啊 我身在喧嚣寂寥数梦 路路连尘幼 把白半字微柔后 放尽人间是多难左右 醉在山河走 把白胎冷乱染酒 才把世事无求一脚都看透 这一叶 它都守在这里吗 üstlerin strang 对手 也许古王医世能与他说清楚 于 是 允神 我 你听我说好不好 你知道吗 国是想要复活的 真的只是你父亲体内的谷王而已 那不是你的父亲 但是谷王一旦复活的话 就会 便会生灵涂炭 而我顾允神 就是那个千古罪人 允神 所以我父亲 我们顾家便该死吗 你怎么能心安理得地杀了他 如果卷入这场斗争的人 不是我父亲 是我 你是不是也会毫不犹豫地杀了我 允神 是 我会的 没有 你到底有没有心呢 将军 宫里有人传旨 顾将军 你该出去接旨了 这是本将军的房间 为何要出去 让他进来 顾将军 顾将军 顾将军大喜啊 顾云申接旨 朕听闻 威远将军顾鹤 忠贞不屈 以身殉国 却因军报误传 已至蒙冤多年 各命中书省以旨 昭告天下 为其平冤昭雪 顾云申乃将门胡子 骁勇无双 与永宁公主 参为良配 各命礼部 则良辰即日 为二人完婚 亲子 顾将军 双喜临门 还不赶快接旨 微臣 领旨谢恩 找人看好这里 不许任何人接见 是 是 公主特意给未来驸马爷准备的糕点 驸马爷知道了 不知道心里有多开心呢 上位大婚 什么驸马 将军都要大婚了 怎么还把那五娘 藏在房中夜夜童眠 就是 将军这心也太大了 五娘 怎么将军也不知道收敛点 公主 公主 顾将军离开前交代 除她之外 任何人不能入内 我倒要看看今天谁敢来本宫 公主 不知公主大驾光临 末将来迟了 将军今日不在府中 末将已经派人传话 请公主去大厅稍事休息 怎么 这房间锦色进得了 我就进不了 完了 事情怎么传到公主耳熟 公主 事情并非您所想 本宫倒要亲眼看个明白 公主 你这剑柄 为何会在顾将军床上 本宫问话竟敢无事 来人 张嘴 公主息怒 锦色娘子她 她只是将军关押的人犯而已 锁链 这是什么情况 将军怕她逃走 所以才锁在这儿亲自审问 将军府的人犯 需要顾将军锁在床上亲自看管 周府叫你当我傻子 本宫也看过民间的画本 一个漂亮女子 被她忠义的男子锁在床上 那结局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在一起 锦色 你明明已经嫁人 为何还要纠缠顾将军 别以为顾云神给你撑药 你就能给我白脸色 你等着 公主 走开 公要进宫找父皇做主 公主小心 末将一时轻急冒犯了公主 好了好了 你别说了 你为什么老跟着本宫 末将是怕公主误会了将军 什么误会啊 府上的侍卫都知道 顾云神夜夜与锦色同眠 锦色都锁在她床上了 这可是本宫亲眼所见 公主 你还拦着本宫干什么 莫非连你也笑话本宫 比不上一个五娘 公主 末将绝无此意 末将可以保证 顾将军绝不会娶锦色娘子 我为什么 原因 末将暂不能相告 但请公主相信末将 一定是你找的理由吧 本宫现在立刻要回宫找父皇 指顾云神欺君之罪 公主 顾将军绝不会娶锦色娘子 因为她根本就不是人 她根本就不配做人 我看她就是一个不守复道的狐狸精 原来你已经知道了 当然了 你看她那妖娄狐媚的样子 我也劝过顾将军人妖殊途 奈何将军执迷不悟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锦色他 不是人真是狐狸精啊 瞧我这臭嘴 公主你还不知道啊 公主你可千万别收出去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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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